王祖贤吸引多年开心口唱《思念是一种病》,当他唱到副歌网友瞬间跌倒。 女神王祖贤演出《倩女幽魂》的小倩《走红泉亚洲》,近年来他退营演艺圈旅居加拿大,至今单身。 最近有网友翻书《28年钱》,他登台演唱前男友齐琴为他做的歌曲《思念是一种病》,听到王祖贤首度开心口唱歌,网友总算相信,上帝真的是公平的。 王祖贤多前年拍完电影《游园经梦》后宣布吸引,旅居加拿大多年的他,被媒体拍到身材暴飞走山的画面,跟之前的仙女模样判若两人。 因为有网友直指他整形又变炮,所以王祖贤特地放上自拍照一是清白,照片中的王祖贤年过五时还是保养的疑。 当时演艺事也如日中天的王祖贤,曾跟音乐才子齐琴交往,两人工作忙常常处于远距离状态,于是齐琴就以这为灵感写了《大约在冬季送给王祖贤》,歌词中尽是思念之情,能深深感受到齐琴对王祖贤的爱。 最近有网友翻书28年前王祖贤,演唱齐琴的经典歌曲《思念是一种病》的影片,美女台风稳健赏新月幕,但是歌声却频频走音让人惊讶,网友听了下歪表示,上帝是公平的。 其实这首《思念是一种病》也是齐琴写给王祖贤的,那时王祖贤听到表示很喜欢,所以齐琴把歌让给女友唱,后来齐琴看到女友在节目上的表现,笑着对她说,奶不要唱了,我自己唱。 来听听看王祖贤唱歌的经典画面吧。 小倩唱歌有她自己的tanto啊,小编觉得蛮有freestyle的。 小倩唱歌的经典歌